字幕視頻 我們到正常的客人歇會吧 好 走囉 等一下就遇到同先生了齁 這邊有任務嗎 欸等等等等等等 我們可以先跟這個 呃 中遠遊走廊先給他買個裝備 好 先買一下 有蛇瞭見啊 大王拆刀 還沒 沒錢 走 對 為什麼 Youtube 我手機連Youtube的那個 哦 有連到了 終於連到了 好 這邊是一大雙劇情 最近注視煩 煩惱 兩位起來安歇吧 公子 花公子也休息吧 兩位先請 覆蓋 我是董 董先生 你自然也知道我是誰了 王辈出公司 家屍已吩咐過 只要見到先生 並如見家屍 先生所有指示 王辈 我不從命 你出公司 公主還曾吩咐人 你是什麼 家屍要我親手殺死一個江小魚的人 很好 他是否是江小魚 不錯 好 你殺了他吧 你若不願殺一個沒有反抗能力的人 不妨先解開他的穴道 是你救了我 我早就知道你會來救我的 我們是朋友 華無軒 你為什麼還不動手 我知道 你不敢圍看他的話 好 你動手吧 我現在不能殺你 我現在不能殺你 你問了你師父的話嗎 我以合哈 點三個月之月 味道約起 絕不能殺他 你的師父 若是知道這事 又當如何 死命雖不可回 但若也死 也不可悔 終於加持此刻變在這裡 也不可能令晚被做實驗背信的人 阿武全 你莫忘記 見我如見師 你敢不聽我的話 先生無論吩咐什麼 弟子無不照辦 只有此事 就萬萬不能從命 你不殺他 只怕 並非為了遵守諾言 只怕 還有另有原因 是嗎 我絲毫不覺得 還想要熱手 怎麼能殺他 阿武全 如果要再等三個月了 現在就動手吧 為什麼不能再等三個月 你怕三個月後 他更不會動手了嗎 我怕什麼 你兩人是天生的冤假對頭 你們的命中已註定 必有一個人 要死在另一個人的手上 既然如此 你現在為何要逼他 你若想我現在就死 就自己動手吧 你自己為何不敢動手 你一定要等三個月後 才敢殺他 是嗎 是 你既重信義 我身為前輩 只能令你為難 你要等三個月 我就讓你等三個月 又何妨 現在 你走吧 那我他 他理由在這裡 先是拿他藥 無論他會不會失信 這三個月裡 我都要好好的保護他 不只他受到絲毫損 三個月後 再將他晚晚整整的交給你 要你如此費心保護我 怎麼好意思呢 保護你這麼樣的一個人 還用得著我費心嗎 你以為我很容易保護 你可錯了 我這個人 比毛病沒有 就喜歡找得麻煩 江湖中的要殺我 可不止一個 除了花無缺壞 誰也殺不了你 你話也說那麼滿 但這三個月裡 無論受了損傷 可是真不知道 你有什麼面目來見了 在這三個月裡 你弄絲毫有損傷 唯我試問 那我就放心啦 那這三個月裡 我無論做什麼都沒關係啦 反正那個人都刪不了我 你只管放心 在這三個月裡 你無論出事 你無論什麼事 都做不出的 你不放心 天下根本沒有一件 令我不放心的事 你本事雖然不小 但牛皮也未必催得太大 你敢無理 我為何不敢 在這三個月裡 反正沒有人傷到我 是嗎 只可惜他戴了鬼臉 否則他現在臉色 一定好看得很 你要說的就是這個 明天下午 燕南天燕大俠 在今天那樹林等我 你能不能帶我去告訴他 我不能復約 燕南天 我知道你跟他有些過不去 所以你這種男 不答應我 我也不會怪你 這三個月裡 你我是朋友是嗎 你很好 直接叫你這個朋友 轉送不冤枉 可惜只有三個月 天下有很多出能力要事 這些事每天都有幾天發生 說不定我過兩天 就能看見你 有未可知 我總不詳細奇蹟 我若不詳細奇蹟 你想我現在還能笑得出來嗎 奇蹟是不會出現的 花巫缺 你還不走嗎 是 我先走了 江小雨被童星城做去一次 還是等一會再告訴鐵系蛋我們就好 否則 他指方又要擔心了 這三個月期間 童星城應當不會傷害江小雨 我還是儘快起便 找機會叫他出來 不宜動手 免得違背了師父的吩咐 鐵姑娘 河魯 我們要出發了 公子今天起得很早啊 我們要去哪裡呢 春月樓和四海鎮 之間有片樹林 我們今天都要到那裡 又是那片樹林 公子 為什麼要去那裡 河魯 你要記得嗎 我們出口前師父交代 都是由童先生出現的 一切要依他的命令形式 哎呀 我想起來了 今天晚上 你們入睡後 童先生都出現在我房外 還帶著已經被頂倒的江小雨 一起來 什 什麼 童先生的意思叫我親手殺了他 你沒那麼做吧 你沒那麼做對不對 我告訴童先生 我和江小雨約好三個月後學到 現在無論如何 不能動手 太好了 還好公子沒殺江小雨 不然鐵姑娘一定受不了的 那江小雨現在能呢 童先生不會殺了他吧 那童先生 雖然氣得要死 但不知為何 也沒有向江小雨動手 只是把江小雨帶走 說是三個月後 會再將他帶回來 與我對決 原來是這樣 那童先生 要把江小雨放在身邊三個月 恐怕自己就有得說了 小雨要不練死他 恐怕也會把他給氣瘋 真的耶 和江小雨在一起 三個月順波不離 想到都覺得很可怕 江小雨迎走之前 拜託我一件事 就是他已經約好了 夜南天 在那樹林相見 因為他能不能到場 要我回去夜南天說一聲 那夜南天 是不是一定會因為 找不到小雨了 要把氣瘋在你頭上 你可不能一個人去 對啊公子 我們和你一起去吧 我正有質疑 現在就到樹林去吧 好 你怎麼會在這裡 為什麼來的是你 小雨兒呢 我不知道 快公子他說 江小雨拖我來 禀告 禀報令的大俠 他今天只怕不能來覆約了 那為何不能來 他已被人拘禁 這怕一次寸步難行 是誰取盡了他 一位武林前輩 人稱童先生的 童先生 夜莫喘蕩江湖數十年 還未聽說過江湖中的童先生此人 這名字 莫非是你造出來的 前 前輩 莫非是你暗送的他 你居然還敢到這裡來冒充好人 在下受人之托 綜人之死 是燕大俠你只要問我 我知無不言 但燕大俠你對在下任何有所懷疑 在下 怎麼樣 在下縱人不是對於大俠的第一手 好歹也要和燕大俠再叫一叫高低 你還敢如此說謊 你好大的膽子 在下膽子重不大 卻也不是貪生為食的懦夫 你既不怕食 夜莫近日是成全了你吧 燕大俠 我知道他 無論如何 他絕對不會說謊的人 是嗎 小玉尔一落入別人手裡 你還在為他說謊 難怪小玉尔不願理睬你 原來你也是個喪變的女人 這 像小玉尔有危險 我被拼的性命 也要救他的 但夜大俠說話 花公子說謊 晚輩 死也不能相信 你要為小玉尔拼命 又要有華無缺死 究竟有幾條命 燕大俠無論如何真罵 就讓那位晚輩是個 隨性揚花的女人 晚輩 也沒法子 鐵姑娘 晚輩只求燕大俠 翻過花公子 任何燕大俠都發現他說謊 就讓你將晚輩碎事萬斷 晚輩也是甘心的 好 你居然要以性命為他做吧 只不過像你這樣 招三陌生的女人 你的性命 有人值得幾聞 夜藍天 我見你是一大英雄 總是對你聾人 想不到你竟然對一個女孩子說出這樣的話來 這樣的英雄 又值得幾聞 哼 夜魔值得幾聞 你一動手就值 何須多言 公子 我們來幫你 為什麼 我真為小魚和花無血手受的驅悔 而委屈 竟沒有一個人的瞭解 不但毫無作用 他繞得到是牧師的罵名 我這是為了誰 也為了什麼 哼 鐵線啊到現在也是搞不清楚的狀況欸 還好沒被封招 被封招我就不能偷了 好一樣是打不贏的齁 還好我剛剛偷到了 還好沒被封招 結束了沒了 住手 你為何要我住手 我雖然從未聽見童先生這名字 也並不相信世上真有童先生這種存在 但我卻也相信你 並未說謊 那又怎麼樣 你若說謊 畢竟心虛 一個心虛的人 絕對持不出如此剛力的招式 也必然撐不了多久 你現在相信 不覺得太遲了嗎 你若覺得夜魔方才對你有所回路 不 夜魔再次緊自愜意 是錯就錯 絕不推文 管是天下之英雄 在他重享於一絕生死 此刻 也無法出手了 但我 卻還是要出手的 為什麼 你眾位說謊 我還是不能放你走 無論那童先生是誰 他定於有些關係是嗎 是 他拒謹了江小魚 可是為了你 我並未要他如此 但他確實有此意 這就是 他既然留下了江小魚 我就要留下你 他什麼時候放了江小魚 我就什麼時候放你 他若殺了江小魚 我就殺了你 我也是椅花宮的人 你何不留下我 那童先生留下一個 我就留下一個 他要是多留幾個 我會上椅花宮去抽數的 這說來倒也公平的很 夜魔行事 訴了公正 但你對葵姑娘說的話 卻不太公正 他 公正 葵姑娘找走了 而且是哭著離去的 你是自願留下 還是夜魔戰與你一戰 你此刻要我走 我也不會走的 鐵心蘭路因此有三長條短 你中方人對我 我也不會放過你 好 很好 在你找 在你我找到鐵心蘭和江小魚之前 看到你我兩人 是誰也分不開誰了 是嗎 正是如此 那你認為童先生 會帶江小魚到哪裡 鐵心蘭 又會去哪裡 那童先生是師尊的朋友 這是他奴婿 那江小魚 我又不能去問師尊 這可怎麼辦才好 在下 也不知道 不管如何 我 某家更令你了 只要你能找到江小魚 就隨你去吧 應有為定 千倍千跟我來吧 這是強迫入隊的概念 好像是他 欸不是喔 又有三方的名展外的 秀法巫師小姐 秀法巫師小姐 誰啊 請問我可以看到一個戴著金銅面具的人 啊 我還 當我 幹錯了 原來真的有這個人 可不可以告訴我 他往哪裡去 當時我在蘇家蘇頭 那蘇貞一晃 我從銅鏡反光 就曉得你說 那個人 往西去了 去那就不知道了 往西嗎 我不知道 走 你還沒 不不 你還活著 真的是你嗎 蛤 你是皇山三八道的老二 怎麼做了棺材 你彥大俠 你放我們三兄弟一馬 我們也沒年再當皇山了 信念已變 就趕來當棺材了 沒想到一座二十年 還在這碰到你 人是難料啊 很好很好 剛才當年我沒做錯事啊 來彥大俠 我這還有些東西 你都拿去用吧 算是我堂二 報答彥大俠當年之恩吧 天地復法輪欸 這件事情在那個前撞 不知道會不會出現 喔好猛喔 五百跟兩百五欸 有必要賣嗎 喔我現在可以裝嗎 不行啊不能裝 喔不能拿焰大俠 天地復法輪是幹嘛的 欸 欸 欸 他是四劍嗎 四劍道具 喔 昆仑飛行 喔 欸 兩位兄弟啊 我昨天聽那禁鬼的消息 你們要不要聽啊 鬼故事最有意思 半小說來聽聽吧 昨天啊 我運獲了小獅子在宜昌北邊 也不是過了樹林沒有 碰上了頭戴青銅面具的惡鬼啊 照小獅那惡鬼一下夾個人啊 所以他丟一下貨 巴腿就跑 小獅子又來 上次他幫我取貨也是碰到什麼女鬼 我看他是膽子小得很 三番兩隻掉料 廢得他算賬不可 公子你聽到了嗎 這青銅面具耶 可能都童先生 一張別邊 知道了 GOGOGO 一張別邊 咦 咦 焰大俠 你是何人 我家並不認識你 咦焰大俠不認得我嗎 還記得當年小女會江峰 愛著死去活來 就是靠焰大俠你排解的 現在小女嫁給一個平凡的武林中的 他雖然不是滿意 但這才平凡的生存之道 是嗎 這麼多年前的事 我就快忘記了 是是為什麼你旁邊這個少年 比當年的江峰長得如此神聖 是 我怎麼看 想都是那江峰那風流浪子 這些都成年舊式 就不必再提了 只能是移花過花不去 我也一度認錯了人 但他與江峰並無關係 難道 我和那江峰這有什麼關係嗎 不然為什麼長得很相似 因為你是他兒子啊 你的基因有他的臉 請問大叔 可不可以看到那個 戴著青銅面具的 欸 我還當心沒人 說出來沒人信啊 沒想到居然有人來問這個事 有看到這個青銅面具的人嗎 是啊 我前幾天從射海在後果啦 見過的是我臨死了 就看見他騎回來了 他只是忘了無意耶 我的膽就寒了 笑了快跑回來 還不敢跟別人說呢 那大叔可知他往來合出 合出去了嗎 我哪還敢看啊 華哥來不及了 只知道應該是春月樓 東車一帶就沒錯 謝謝你的大叔 照三個城市有人看到 會聽到的來分析 射海鎮西邊 宜昌北邊 還有春月樓東邊 這三個城市中間 那不就是樹林嗎 可是我們之前就從樹林來的啊 那 童先生還在樹林 不敢怎麼樣 這是魔衣的線索 因為他也沒瞧見鐵姑娘 就先去樹林看看吧 好 好 我覺得他 就這個香額的時候 會怎麼解決呢 請問 滾一邊去 欸 欸 他直接叫我滾欸 怎麼辦 喔 對話一模一樣 欸 一模一樣 還以為 還以為不太不太一樣 真無聊 嗯 公子 你怎麼了 沒事 我還好 好奇怪的感覺 好像我當然要領頭了 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啊 什麼都沒看到 再完全看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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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的確沒有高手來過的痕跡 好 除了樹林以外 還有就有春月樓東邊 宜昌北邊 四海西邊的地方嗎 沒有啊 除了我們泥花宮 在北邊還有一個 一座以外出功能使用的泥宮之外 這附近不會有其他地方可以去啊 嗯 燕大俠 我現在心神不靈 想到這附近所守可以嗎 你們去吧 我相信那同仙子是真的存在 我們要走就走 我不會留你們的 多謝燕大俠 要找鐵星蘭一次 也不用勞返燕大俠了 那可不行 若是我見到鐵星蘭 就一定會把他帶回來 同樣的 若是你見到江小宇 就好想不能將他帶回來 至少讓他知道 我在找他 就是這樣 你們走吧 就如燕大俠所以 晚輩先走一步了 這階段 這階段蠻快的 好 公子 我們要去哪裏 那裏公家也是我以花工的 同心的多半不會到那裏 那找遍這附近 也指向那裏最有可能 我們就過去找找看吧 好 公子 咦 公子 沒有河路 你們怎麼會在這裡 我們在找一個 我們在找一個 口袋青藤秘巨人 這人可有來過這裡 我不知道 我也是被工女們 換到這裡來的 聽說降雪失蹤了 而且這裡 發現了秘道 未能知道會通往哪裏去 我知道了 河路我們走 公子 你知道這密道是通往哪裏的嗎 不知道 但不知什麼原因 我很確定走走這條路下去 就可以找到小小魚 好吧 公子 不敢你到哪裏 河路總是會跟你一起去都是 如果你們受了傷 可以回來找我 我會幫你們自傷的 好 紫星就是之前那個圖書館那個吧 那個圖書館那個 常 常密集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地圖 迪生 是降雪姐的 公子 我們快走 降雪姐 小魚 你怎麼會在這裡 我怎麼會出現在這裡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總是會在 該出現 不該出現的時候 出現就對了 那降雪的敵真 你們不用找他了 他得罪你師父 又是回一花宮 求死一生 現在他早走遠了 再也不會回一花宮 降雪姐得罪了師父 為什麼 告訴你們一件事 不要太吃進 那個童先生 就是妖月 什麼 妖月不喜歡看到我另一個 比你說話 就要割掉他的舌頭 我去向他求情 沒想到反而讓他惱羞成怒 竟把他給殺了 明 明知嗎 他可是短頭髮 你遠遠的 應該是沒錯 降雪時候要跟我說 那女孩就是他妹妹 還一狠心要帶著我一起逃出來 原來是這樣 你 確定童先生 就是家事嗎 絕對錯不了 你猶豫他的行為舉止 就知道他一定是女人 他千方百計要我們兩個決鬥 還不惜假扮另一個人來監督你 這不是很奇怪嗎 何況 阿倫不是妖月 又怎麼會知道那麼多一花宮裡的事情 連幾十年前有人 絲 絲桃出工的絲桃都知道 還有連打坐的時間都相同 我沒有道理不懷疑這其中大有問題 不錯 這確實奇怪得很 童先生實在很像師父 但師父根本沒有必要講賣童先生 這又是為什麼 更何況你師父如果要殺我自己動手就好了 我覺得逃不出他的手掌心的 唉 連我都不知道他到底在玩什麼花樣 先不提這個 你知道 雁南天也在找你 他以為我害你了 被童先生捉走 這幾天我都和他在一塊找你 雁伯伯竟然等到找我的時候才能放你 那現在怎麼只有你一個人呢 他到哪裏去了 這兩天不是整個 我後來變得心神不定起來 好像有當他要降臨似的 我一生中從來沒有這樣的情形發生 這兩天有災難自我 你怎麼會心神不定起來 這倒也奇怪得很 雁南大小想必也發現我身心有意 就想問我幹什麼 我就說想出來走走 我本以為雁南大小不會答應我 誰知他竟然答應 你要走 你要走 他就讓你走了嗎 不錯 雁南天到底是雁南天 到底和那童先生不同 老實說 你遇見他這樣的 實施你的運氣 但你也不會是個君子 他才放你 他因為假動是我 死怕也不會這麼容易放了我 你為何認為你自己不是君子呢 這尤其是因為我從小就沒見過一個君子 我根本就不知道君子是怎麼樣的 等我見到一兩個君子時 他們就總是令我失望 雁南大小等著我 你 你見到他時 就說並會見到我 好嗎 為什麼 難道 不跟我去見他 我 還有一些事要辦 但他去一定不會讓我去的 惡人谷的是 不錯 所以他一定不會讓我去做的 可惜我不能陪你去 展望你剩下不到三個月了 你竟然不願陪著我 我這件事都是做成 你我 可不只就三個月的朋友合作 你莫非 小火夷花工 我只想去問清楚 他們為何定要我殺死你 你以為他們告訴你 像小魚 難道一定被命運屈服了嗎 好 你去吧 無論如何 因為我總還有一次見面的時候 這裡足夠令人想起都開心 那你呢 我還有要事要辦 得去四海一唱一辦 不管如何 希望我們在見面日時 一定是朋友 而不是敵人 我們現在就是朋友 以後也會是的 好 你有見到江小魚嗎 嗯 我其實見到他了 但他另外有事要辦 叫我先不要恨你 替他 替他已經脫困這件事 也罷 小魚 既然已經沒事了 我就不管他的事 我還有要事要辦 天長想去辦何事 也許 我卻可以略 略盡 綿薄之地 有個人是張琴的 你可知道 我妹沒有聽過這個名字 這人就是出賣江峰夫婦 拍照他們被搖一殺死的暴訊來 你完全沒有聽過 晚輩雖然是移花宮的人 但是對於密告暴訓之人一樣看不清 此人明慧晚輩確實未成二文 好 那我就說給你聽 這賈恩勤是江峰的僕人 但江峰並未將他視為下人 當初江峰夫妻賣掉家產要偷奔於我時 這賈恩勤就是暴訓的人 那這賈恩勤與江峰夫妻之事有何關係 那江峰雖然有向江峰討我一直告 但也同時將消息賣給了姚岳零仙 還在江峰夫妻賞命 事後趕到現場 還有些毛子要搜刮雜物稅 可是貴重物品早被搜刮 我想姚岳零仙總不至於會去拿那些財寶 如願大俠所以家事確實不會做這種事 正是如此 那江峰先暴訓賣的消息 事後要取走金銀財寶 這種萬恩富裕的賤額之徒 怎麼可以不殺 我痴心就是要找到那個江峰 殺了他為異地地區地府報仇 若我輩知道江峰消息便會來告訴燕大俠 好 若你見到江峰 但我向他問好 三個月後 我們再安靜見 公子 這仰仰仙武功甚高 而且不喜歡武功裡的人 我們也快走吧 這人心情雖顯火爆 但不是一代宗師的風範 走吧 我們回宮裡去 問問師父們 為什麼非要我再殺江峰零的理由 是的公子 拜託 請讓我見兩位公主一面 這不是開玩笑的 儀化公司禁區 還有被我們看到 那是被兩位公主見找了 恐怕生命不保 是啊 快回去吧 我們公主是不見外客的 可是 怎麼回事 花公子 這位公主還有河路 你們回來太好了 兩位公主都出宮去了 而這位姑娘闖入戒橋 還好是被我們看到 這位是鐵姑娘 是我的朋友 不可 不可對她怠慢 是 公主 鐵姑娘 我們在四海春月樓一旦巡練 沒想到竟然在儀化公找到你了 是啊鐵姑娘 你怎麼會來到這裡 我想 若是能當面向兩位公主求證 為什麼要是你殺江峰零 對事情應該比較有幫助 這麼說來 我的目的是一樣的 可是想像師父當面詢問 要殺江峰零的真正理由 可是兩位公主出宮去的是吧 嗯嗯 兩位公主在我們出宮不久後 也都分別出去了 一直都還沒有回來呢 剛才江峰零說同心的是大師父一次 絲毫不假 那這些日子 可有發生什麼大事嗎 沒有 你們和大公主一走 公寧的事物就交給 夜百合姐處理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事發生過 夜百合大神嗎 有姐她會知道 我們先進攻吧 我先回來了 你們回來了 可在江峰上 報到有趣的事嗎 有趣的事很多 要是好幾天才輸得完了 那就下次再說吧 你們這次回谷 可是有什麼事情呢 公主這次回谷 為了是想像兩位公主詢問 為何一定要殺死江峰零的理由 只是兩位公主現在都出谷去了 夜百合姐 您可知道這件事 這時 我六有所問 但公主的失事我一向不夠問的 失事 那這件事和一話共無關呢 十七八年前 大小公主為了一件失事出谷去藥裡 回來時就幫你報氣功來 你的身世與來歷功能們 都毫無所知 也不想知道 那江小雷這個名字 大使可有聽過 我曾聽過大公主喃喃之語 提卡這個名字 原來這個名字很特別 我有特別留意到 但是我所知 也只是如此 如果你想知道 自己去問兩位公主吧 江小雲 我和你到底有什麼關係呢 是二公主的笛聲 哎 不好了 危險的訊號 二公主碰到什麼人 有誰有這麼本事為了二公主 難道是夜南天 夜南天 夜南天 夜南天什麼東西 我師父一腳都把你踩死 那可不必 只要我們是寶貝出手 老鼠 老鼠 哪有這麼多老鼠 哪有這麼多老鼠 哪有可是 衛無陽門下 閣下 居然知道我兄弟 是無陽門下 見識也不能算不管 所以你這麼年輕就要死 我實在不明要聽一可惜 這些鮮花被我們寶貝的老鼠玩了 那是搖曰連心見了 那我只怕連血都要吐出來 他叫我衛青衣 我叫我衛黃衣 我們本不想殺你 正難加持此番復出 第一個要毀的就是移花公 我們也沒法子 兩位上傳移花公禁地 浩雀一不能做事不顧 來吧 這兩個人的功力可是非同小可 千萬不能大意 我來幫你 公主還有我 人再多多一樣 今天要拿下我的人頭 回去向師傅欠光 荷花防蓄 合體技喔 好爛喔 還有多強 你借他媽的移花公的門下 趁我回去和師傅交代 你們走吧 我不會拦著你們的 走啊 你難道不是烏雅門下 可殺不可擄 烏雅門下的地址已如此厲害 何況我也會咬自己 江小魚啊江小魚 難道他已經 不是 我只是隱憶絕絕絕 覺得 他中而破成未無雅的 你們全部人要討論 就快到谷口去 大公主 二公主都怕老鼠 只怕現在是被困住了 快去幫他忙吧 蛤 原來二公主怕老鼠 我們快去吧公子 哈哈 想不到堂堂移花公主 竟然老死都幸福不了啊 平均 地址想了那麼久 怎麼還沒有人下山來 你不要指望有人來救你的 三師兄和四師兄 這方都把移花公給上去 料無全失了 想了 二公主 我們來了 師父 你沒事吧 但 säger Long 3 我也是それで Onun 屋子屬村馬 上啊 公主 別擔任了 快想辦法 師父 你沒事吧 還好 還好 外公主 先休息一下吧 想不到外公主那麼怕老鼠 你們 怎麼會回宮你呢 師父 我們會回谷 就來找你和大公主的 哦 為什麼 我卻想問公主 為什麼一定要我親手殺死江小雨 這件事 我不能告訴你 我卻還知道 大公主扮成一位叫做同性子的人 也要無缺殺死江小雨 而且算有親自動手 我卻不明白 以大公主的能力 自己要殺江小雨簡直易如防掌 卻不肯自己動手 這實在太奇怪了 二師父 你可以告訴我無缺嗎 我還是不能告訴你 不過 當你知道這事的 並不只我們姐妹倆的 如果你有辦法自己問出來 那就不干我的事了 這秘密還有其他人知道 是誰 我說夠多了 再說下去 連姐姐都不會擾過我了 五缺 你自己想吧 這人是誰 何路 你可聽過 當年我們進攻時的狀況 我聽夜百合姐說過 當年的確是大公主和二公主 兩人吸公子進攻的 所以這事應該在露骨之前 那你還聽到些什麼 夜百合姐說 兩位公主下山了他 好像不知什麼原因 殺了十二星象裡的雞犬兩人 但是具體的原因 他也不知道 莫非那隻行第三人 就是十二星象裡的某一個人 公子 被兩座山上來搗亂的烏鴨門 也就是十二星象之手的鼠頭 會有烏鴨成定的門派 或許十二星象真的和這秘密有關也說不定 所以我們只要找到十二星象裡的其中一人 或許這次就可以水落死出了 我聽父親說過 十二星象山區各地必不好找 不過聽說那白虎山君 在宜山南定居的下來 我們可以去宜山城打聽一下位置 如果他只知道消息第三人 那就太好了 我們下次去打聽吧 呀 五圈啊 三文鳳馬你吹了回來啦 市長可知道大公主當年 是為何是出谷去 才把我帶回宮來的 當然是為了江峰啊 那還用說 江峰 那不是江小魚親了嗎 江小魚是誰 我是不是他 我就告訴你啊 大小公主都愛上了江峰 那是江峰卻不愛他們 那是他們出谷 都忘了是聽到江峰的消息了 好像說了太多了 多謝四神 我有點懂 你有點懂 可能會不會是江峰 我會認識到江峰 就是江峰 年他的 又會是江峰 也是江峰 啊 すごい